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作恆 來看到是鄭文燦現在被關押的時候 好像民進黨大家都不太敢去看他 因為在第一天的時候 就說他雖然是看起來狀況還OK 可是去看他的人 是一個自稱是鄭文燦友人的 這位周年男子 他到看守所就寄了一些物品 那包含是帶了三件的衣服 政治書籍 甚至也有一本新金說要給鄭文燦 那隨即他還到合作社買了一些日用品 就說這個日用品超出每個收容人 每天是2000塊物品的限額 所以在過濾了一些之後 就說只剩下大概1000多元 1900多元的日用品要留給鄭文燦了 可是只有一個人 是不是只有王毅川 他之前其實跟鄭文燦也是有點淵源 他當過航空城的董事長 他就在宣講的時候 稱讚鄭文燦的政績 說不能因為一兩件案子 就抹殺了鄭文燦過去的努力 甚至說不要欺負桃源人 但是這個事情 難道只有只在鄭文燦嗎 每天周遇寇說恐怕接下來 還有更大的風暴在等著民進黨 為什麼他說你看到第一步 可能就要同步發動搜索鄭文燦的住所行政院 總統府 那接下來鄭文燦剛剛講到的這位秘書 他的心腹也很可能要被升押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就是我們這一開始有講到說 包含接受陳情的吳釗燦 卓榮泰都是桃檢的口袋名單人選 稍稍稍稍稍稍稍 最後就要約循的是總統蔡英文 好 可是賴清德現在 難道就是把矛頭箭指上的就是蔡英文嗎 郭正亮就分析說 有一招他可以把蔡英文的論文掀開 這就是絕招了 因為賴清德深知道說 蔡英文有這樣的心魔 所以他隨時只要叫教育部 公開蔡英文的論文 這是賴清德現在可以做得到的 那真的會出手嗎 蔡英文針對現在鄭文燦的收押事件 郭正亮就說 其實也不是要不要出手的問題 因為是英系根本也沒有反擊的能力 他說這一場戰爭 英系根本就是被賴清德打的 他說基本上賴清德 已經是定於一尊的狀況了 好 那這起 鄭文燦的這個收賄的風波 就是疑似涉嫌有貪毒的事件 沈富雄也分析說 其實大家覺得說 這好像是不是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小的案件 我們剛剛講到就五百萬 他說只是意思意思嗎 他覺得不是 因為這代表什麼 賴清德只是要遞於他的威嚴 說他不動手就沒事 但是他只要一出手 小案也馬上你就會被關收押了 所以你就真的會完蛋了 所以就說現在是不是民進黨 也擔心說鄭文燦的事件 一直燒一直燒 所以也要加速來轉移話題 因為接下來民進黨會加重 在基隆的拆樑這個力道 那就說連主帥現在也清真了 我們在今天周圍看到說 賴清德到了基隆 也和童子偉被點名說 接下來很可能如果 罷免謝國良成功的話 他要出來選 那他和賴清德本來就有熟職的關係 這是不是代表說 也在為童子偉加持呢 甚至是為童子偉被點名說要罷免抱不平 童子偉說賴清德當選之後 其實就已經有說要來這邊送扁了 所以本來就安排好的既定行程 和罷免案無關 但是講是這樣想 就時間點 當然是大家也不免聯想 主帥親自到基隆 也是要來炒熱整個拆樑的罷免案 就連昨天其實李靖勇 他也親自到了基隆市的選委會來視察 而且還舉行了閉門座談 他就要求說在30天內 就要完成這個名冊的查封 還說他為什麼去指導 本來就是他的責任 真的是馬上就清真到了基隆的選委會嗎 好 曉欣怎麼看說 現在鄭文燦一個人在這個笑容索裡 好像民進黨大家都不敢去看他 有點可憐 真的滿怎麼講 他累積了這麼多的人脈 然後他的人緣這麼好 可是大家知道我們最近前一陣子 立法院比較劍拔奴張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走廊互相叫囂 然後他們就罵我們 然後我們就罵他們 然後我們只要罵到說 鄭文燦收500萬 鄭文燦是貪污犯 民進黨是貪污黨 所有全部人都閉嘴 就沒有人敢幫鄭文燦講話 背書 現在好像目前只有王毅川一個人 我等一下會講王毅川 我難得同意周玉寇講的話 這個案子一點都不小 你看他好像就是華雅工業園區裡面 然後四個被告現在收押禁見 然後已經坦承那500萬的案子 看起來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當時有這個總統府的用簽 當時是秘書長吳釗燮 用總統府的用簽裡面 他寫說什麼 他寫說廖松 我直接唸給大家聽 俊松理事長 也就是送錢的家人 對 好 那他說12月4號 我們已經致總統 韓籍復健奉月後交下 吳兄關心國家產業發展 支持政府投資政策 提供寶貴意見 總統特別嘱咐 致意並且謝謝 所提意見總統 致為重視 本府已含請行政院處理 專此並祝平安如意 無招謝盡起 民國106年12月12號 誰准你用這個的 為什麼你要發這個呢 他上面寫的總統 蔡英文知情還不知情呢 坦白說我不覺得蔡英文一定知情 就吳釗燮也有可能就說 反正我秘書長 我就說總統很關心 然後就寫出去了 可是接下來我請問 失信秘書要不要約談嗎 因為你們串供啦 這個已經抓到了嘛 那個7月5號的時候 你串供的對象是誰 是你的秘書 這個太陽花學運的小鎮文燦 還在海基會 還在海基會 要不要約詢 這個一定要約詢嘛 他現在應該離職了 所以為什麼要羈押境界 就是因為外面還有這些人啊 你不要以為說 都沒有人了 失信秘書要不要約詢 生不生押我不知道 但是約詢從證人會不會轉被告 這是一定會有的 府院高層當時接受陳情的吳釗燮 一定要以證人身分先來嘛 但是你知道證人轉被告 是什麼一個情況嗎 就是我有做過證人 做證人的時候 法官會問你很多問題 然後問完之後 看你能不能夠領出席費 好 如果他給你一張紙 可以領300多 就代表你只是證人 如果沒有給你領300多 不好意思 現場轉為被告 現場證人轉被告 這都是很可能的嘛 吳釗燮還有卓榮泰 卓榮泰是行政院長 我不知道這個桃檢敢不敢辦 但我覺得以剛剛這一張來說 至少點名到有吳釗燮 這個廖姓 詩姓的秘書 是應該要約談的 而且他是潛在的這個串供對象 然後吳釗燮接受陳情 可能他會被以證人的身分來約詢 就是他會約詢說 那總統知不知道嗎 但我覺得這案子是不至於 要約談蔡英文總統 因為一個500萬的案子 我覺得不至於約談蔡英文總統 也不至於約詢現在的行政院長卓榮泰 我覺得不至於 但是施姓的跟吳釗燮這兩位 都是有可能被約詢的對象 所以這個500萬的案子 他不是小案的原因在於 他後面牽涉的水很深 牽到更多更廣的人 那些人現在我看都睡不著 心境膽戰 會不會這個越來越多 牽涉一串的罵葬串 來 仁俊哥 小新剛剛說領那個 證人費300多 你可能有被騙了 因為證人費是500塊 還是太久以前了 他看距離 我們都領過 他看距離 我們都領過 我300多 350 查一下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態度跟過去是不一樣 你看以前幾個案子的時候 當事人出來喊冤或者說沒有 你看民進黨基本上 都會有一句話叫做 支持某某某 捍衛自己的清白 所以我們最推定 現在都是誤網誤重 幾乎每個都講 但這一次在鄭文燦這個案子裡面 事實上 最少我沒有聽到他講說 支持鄭文燦去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表示什麼 就是說這些案子 其實多少人了解鄭文燦 真正背後的真相 我現在沒有說他到底有或沒有 而是沒有人知道 那個過程到底是什麼時候 如果外界不知道 民進黨怎麼敢去幫他背書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民進黨人在這件事情上相對低調 然後去回擊的就是說 誰誰誰也怎麼樣 誰誰誰怎麼樣 為什麼大家不向民進黨 回應得這麼快 有 王毅川 王毅川立庭 他說一兩個案子沒關係 他無力兩次無所謂 一兩次 我覺得對民眾來講 不會覺得無所謂 說實話 有一個其實就是很糟糕的 而且更何況是 鄭文燦其實你看他過去 他並不是一個站在這種 所謂風口浪尖上面的政治人物 就他在桃園的時候 事實上你也看到 就是桃園府會關係也都很好 所以多數人對他的那個 政治屬性 雖然知道他民進黨 知道他以前最早的時候 新聞局長或什麼的時候 從蘇系然後變成新系 從蘇系然後中間有變變英系 然後大家講說 他是什麼新潮流什麼的 就是他的派系屬性 也沒有到那麼明顯 所以他不是一個在政黨裡面 非常這種政治性 性格強烈的政治人物 所以當他今天一出事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民進黨人 我的理解 我自己有接觸到的是 有一些是怎麼這樣 就是嚇到 就第一個其實聽到的是怎麼這樣 然後下一個就是麻煩了 因為你要怎麼辯護 你看在之前幾個案子 還有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民進黨大概學乖了 因為你集體要去幫他辯護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 你什麼東西通通通通通通 而且再來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進展的很快 我的很快 例如說前面的什麼辦了七年 或者是一件事 但是當媒體開始報導 鄭文燦的時候 事實上他已經要送機壓庭了 所以那個過程當中是旁邊的人 你可能只能等鄭文燦出來 或什麼才能去問一下 到底這個案子怎麼樣 如果真有問的 我現在強調是如果 因為他的回應時間其實非常短 所以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就沒有辦法去幫鄭文燦說什麼 而且我認為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是也不敢幫他說什麼 因為沒有人知道 到底背後怎麼樣 桃園從過去到現在 事實上桃園是一個 一直在發展的一個都市 包含到最早 剛剛有講像航空城 很多包含到原先這些 對 牽涉土地很多的事情 對 牽涉到非常大 而且牽涉到非常的廣 這個廣跟大 我覺得我們當時在跑新聞 大家都在談說 桃園的地跟什麼有關 皮塘有關係 跟基林地有關係 因為很多縣市的土地買賣 不會去買這個 但是在航空城那個時候 其實談論很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對於民進黨來講 它的最大殺傷力是 如果一個在過去被認為說 沒有太大政治屬性 或者沒有太大負貧的鄭文燦 都傳出有這種狀況 你告訴我現在 在執政縣市那些有出事 有槍擊案的那一種 怎麼辦 明講台南 這些你要怎麼去 讓外界覺得說 你這個 因為那個都已經有發生案子 都還在處理中的 對 當然 但是現在是不是也要來轉移焦點 所以要炒熱這個拆糧 來 明憲哥 所以現在民進黨我聽起來 跟他們包括綠營的側翼 跟一些民嘴同台之後 他們論述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鄭文燦我都敢辦了 哪個黨 你民進黨 民進黨都這樣子 你國民黨民眾黨敢嗎 所以接下來 他們的論述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鄭文燦辦了之後 我開始辦你們 那鄭文燦不是被推出去了嗎 就斬首示眾 我覺得他就等於當犧牲 平待打這樣子 所以民黨就這樣轉移焦點 黑龍洗的 就是說比高峰安 比林之廟 就塑造外部敵人 這是一個論述 就是說接下來 譬如說槍擊案之後 有大掃黑 那是說因為有一個正和溫燦之後 就開始來大樹灘 會不會有這樣 我辦正溫燦之後 我綠營國民黨的縣市所有都偵判 會不會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辦 楊文科 林之廟 甚至我連蔣萬都拖出來鞭打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這真的是大家 在野黨也要繃緊神經 第二個 轉移焦點 塑造外部敵人 所以基隆罷免一定會如火如荼 你覺得李敬勇吃飽太陽 然後跑到基隆去視察嗎 沒有 我覺得他真的那個真的是刮田裡香 現在基隆市已經開始在 8號收到文件之後 收到連署書之後 已經開始在核對了 所以你等於起跑開始 100公尺起跑 我開始跑了 然後我裁判長 我李敬勇才是宣誓說 我變更遊戲規則 不好意思 不能這樣子 然後原本依照選報法規定 已經40天要完成 他說不行 40天太長了 我變更 我要30天 你30天就要弄完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變更嗎 就是很重要一個原因 就是說現在要查核 有一些可能代簽的 有一些連署 可能是文件有問題的 依照規定是要退回去 給當事人再去重新查核 那我現在限制30天之後 就沒時間了 那我就不能對了 那這些統統自動生效 可以這樣子嗎 李敬勇你也幫幫忙 所以民進黨是這樣子 包括李宥昌秘書長 前後兩任基隆市長 全面如火如荼在推動罷免 包括賴清德總統 今天也要到基隆去 為什麼府院黨 全面都在弄基隆罷免 就在製造外部敵人 轉移焦點 所以民進黨是這樣子 第一個轉移焦點 製造外部敵人 所以在野黨 我覺得也要繃緊神經 對 當然 大家繃緊神經 不過我們剛剛其實已經講到台南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前後兩任人 在軍之中 整個進入 中文 藏 中文 藏